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你要给本人表现的最大的价值 就是你的个性 你的激情 你对客户的承诺 这个话不是商业上的一种单网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刘继人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他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 是中国计算机行业发展的缔造者与见证者之一 也是中国第一家软件上市公司东软的创办者 在刘继人博士的带领下 东软集团已成为我国最优秀的软件企业之一 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杰出代表 被誉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 中国软件企业的领军人物 本期节目 刘继人与您共同探讨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 创业者要拥有怎样的人格魅力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最开始要做的事业的时候 你要给本人表现的最大的价值 就是你的个性 你的激情 你对客户的承诺 这个话不是商业上的一种担保 就是别人看了你了就信任你了 认为这件事 我就坚决地愿意跟你来合作 最重要的你要表现你个人的魅力 比如说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实验室很破 我们就几个人嘛 很糟糕 一个客户来找到我们 当时这个项目可能几十万人民币 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添加 你想我们一年就有三万块钱的花费 要是几十万这是什么个代价 所以这个客户呢 也觉得这个风险比较大 就问我说 我怎么能够信任你呢 我说我要说什么你才能够信任我 第一个我没有钱 我说我要挣有钱 我还不跟你合作了 这么有钱 第二个呢 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以党的党性保证 我还保证不了 我说我是个博士和教授 行不行 能不能担保 但是最后的客户 我们把这签起来 客户给我们一个评价 我们为你们的坦诚的精神所感动 为你们所做的事业所感动 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因为我做博士的论文啊 有一个方法学 这个方法学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C plus 面向对象的技术 正好一个偶然的机会 碰到了一个日本人 那我就把我这个想法跟他说了 我说我这个东西能帮助你们提高生产效率 当时呢他就听不懂 因为他是个最高的辅助人 他听不懂的话 说那你就跟我的技术人来讲 我说那到哪来讲呢 他说到日本去 我说我没有钱买机票 我也没有钱到日本去住 吃饭的钱都没有 我说你要叫我去 你就得给我出钱了 他愁了说这个钱我给你出了 然后呢给我出了钱到那 到那之后就跟你们今天这样 在这儿坐着 然后我就开始来讲 讲了之后呢 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了 说你想要多少钱 这个研发经费 我是怎么算呢 一年花三万块钱 十年花多少钱 五十年花多少钱 当时有汇率吗 多少钱 当时那个外汇是 一个美金等于五块多的人民币 我当时就报了三十万美金 三十万美金 乘以五是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一年花三万花五十年 我是这么算的 这个人瞅了我一下 说可以 这个什么概念呢 事实上你要表现你的 你的能力 对别人的价值 你对别人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表现你的自信和信心 如果我做一个投资者 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怎么看你都不可靠 我怎么能够给你投资呢 对吧 我怎么看待你 都特别可以值得信赖 那我冒风险 像一个企业大了 我无所谓 对吧 我就看你这个人了 因为我堵了一下 事实上 每个人的信赖 都写在你的脸上 和你的行动和语言中 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些东西 如果做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你到办公室表达一会儿之后 他能够对你做出一个判断 你是可信赖的 有潜力的还是没有潜力的 所以第一桶金最开始的 你一定是前面你做的修炼 不是包装了 发自于内心的一种情感 和一种激情 把对方感染了 所以我认为 我们一定不要觉得说 我有一个技术 我自己有个能力 你就会得到资本的青睐 或者得到别人的支持 最重要的 你要表现你个人的魅力 这个魅力激情 创业者的精神 不断能够挑战 而且当跟你合作的时候 你能够为对方带来价值 而不是说从对方获得多少价值 一个企业发展的过程 本身就是漫长 就像一个人 你要上小学 要上高中 你要读研究生 读博士 你以后工作 那么我们年轻人 应该学会有耐心 如果说你对这个事业 你特别自信的话 你可能要忍得住 这样的一步一步地成长过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来 比如说融资 肯定是一个好的手段 找着战略合作伙伴 也是个很好的手段 你的产品如果很不错 你自己没有自己的销售的渠道的话 你OEM给别人 用别人的品牌帮你来卖 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但是在任何的选择的前提 你都要知道 像在市场上的成长 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 五年十年 一下子成长得这么快 这个不是大多数企业的情况 你可能还要需要 一个扎扎实实的 一步一步地这样来走 比如说品牌 一个公司如果用三两年 造一个产品的话 把这个品牌变成知名了 可能要用三十年四十年 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么多的产品 这都需要很长时间地 走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能在一个区域有名了 在一个中国有名了 然后全世界 中国到现在为止 我们造了这么多东西 到全世界的品牌排 我们的企业排到的很少很少 这不是说我们真的不行 又如果看我们卖的产品也不错 是因为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 就像一个人和人的交往一样 它是需要时间的 而它需要一个一个影响的时候 你要不拿钱大规模地来宣传 要不然你就要通过一个一个产品的尝试 这个过程你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如果是捷径 那就说你找到了一种捷径的手段 合作 融资 获得更多的资本 如果什么都没有 你这样的自身的 我们叫有机发展的话 那你就要用时间来一点点换取 未来可能越来越好的环境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它总能表现出来 它跟别人不太一样 它总有机会 在那散亮的 原因就是 它无所不在地在创造自己的价值 创业初期怎样打造自身领导力 领导者是需要一个过程来建立的 一个好的领导者是打过胜仗 而且在不应该打胜仗的时候 打了胜仗的人 他以后的权威性就会越来越好 老打败仗的领导者 就算是有这个权利也很困难 所以像你刚创业 你要忍这个过程 因为你还没打过仗 你还没打过赢的仗 那你要领导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开始怀疑 因为这个市场上 相信的不是你的承诺 相信是你的行动 所以你应该从一个具体一个具体的事情来 打造你的领导力 因为领导力的最终是有很多的跟随者 而跟随者为什么跟随你呢 是因为你能够把这个队伍带到一个光明 跟你在一起有希望 所以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沟通 跟大家来交流 先从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开始来做这个尝试 一点一点打造这样自己的领导力 而不要太急于表现自己的权威 做一个公司的扶着人 最好不要把那种 当领导一定要说的算 领导肯定是说的算的 毫不疑问了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能够让别人说的算 而也有一个正确的决定 表明你的英明的领导 那么比你自己说的算也好 自己的脑子里面 如果已经有了个想法 在听意见的时候尽量把它忘掉 当听了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仔细地分析 说明这个道理 而需要你要做出决断的时候 你要把你做决断的道理 要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让大家来思考 而你要一定要承担这样一个代价 万一做错了 当一旦做错了 你下一次再拍这个板就很难了 对吧 那你自己要想一想 你这个板应该怎么来拍 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要一步一步地来尝试 如何判断市场需求 抓住投资机会 如何来判断这个市场的需求 把自己的定位跟市场的需求 做一个正确的结合 如果你的投资人 说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市场的 你必须要听他的 如果你说的东西符合在市场 你可以不听他的 但是如何来找到这个市场的标准 这个是需要 你有这种商业的智慧和敏感度 所以在你吸引这个战略投资者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说 你只有在市场站住脚了 你才可能构造一个更好的生态 当然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融资无数次 无论我们在资本市场融资 和在私下的我们叫私募 我们融资的这个效率都相当地高 原因就是我们 让他看到了这个市场 本身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得到了一个共识和确认 当你这个方面不确认的时候 特别是当你有了一个投资者 你一定要知道 你引进的有可能也是你的麻烦 当你太自我的时候 有可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你要不坚持自我的时候 有可能你被误导到另外一条路线上来 所以如何来判断这个市场的需求 把自己的定位跟市场的需求 做一个正确的结合 这是我们创业者的第一基本功 如果那是一个投资人 跟你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 你是应该通过交流方面 找到一种判断的 因为这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础 比如说我要做这个东西 如果他不同意 我如果市场存在那 我可能会说服他 要不然他就应该说服我 我应该接受 如果两个人都说服不了的时候 说明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个要特别小心 创业者为什么应该拥有创新精神 当我们特别想创新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现在的能力 是否支持了你真正能够创新 因为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本 需要冒很多的风险 还有一个呢 今天的世界 每个人都在创新的时候 你要能够在创新的这个环境里面 找到你自己的特色 变得越来越难 不像过去呢 我们也没有网络 这个人做的那个人不知道 今天呢 一个人做的一点事情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 扎扎实实的这种基础 如果我们看到 今天的创新的活动 一定有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 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些词汇 叫我们叫open innovation 开放式创新 我们叫做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这个协同式的这种创新 现在还有一种叫reverse innovation 那就是意向的创新 创新的不同的形式 在研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 在别人的工作的基础上 跟别人合作 联合的基础上 能够找到自己的创新的一条路线 来回避你创新的这个风险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创新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 一个很大的矛盾 那么需要你自己 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项目 来找到这样的平衡 创新事实上已经变成了 任何人的一个行为 你个人的价值也来自于你创新 创新不仅仅表现在技术上 包括你个人的魅力 你表现你自己的特性 都是一种创新的一种展现 所以一个有创新的人 在任何的时候 一个团队里 一个工作的过程中 它总能表现出来 它跟别人不太一样 它总有机会在那散亮着 原因就是它无所不在地 在创造自己的价值 观众朋友提问了 说我看了很多创业大赛的商业计划 很多模式是抄袭来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在里边 只要有一个好的想法 就一夜之间有如雨后春笋般 长出很多相似的企业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更善于 沿用别人所成功的路 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有个榜样的 我们看谁在这个方面成功了 那我们就会做一个东西来证明 我做这个东西没有错 这一点呢 是得到一种自我心理的一种满足 比如说马云阿里巴巴做成功了 我也做了个电子商务 你看我某一点比马云那个平台还要好 我哪一点会怎么怎么样 但是结论是有可能你永远不会做到马云 可能跟他差得很远 但是为什么每个人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呢 因为他总在那个比 你会在你周围你会发现说 他做了一个东西 他总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某一个部分的弱点来比 有的时候可能根本就不是弱点 他能够找到很多的理由 这就像大家可能读书 我不知道你们写过多少硕士论和博士论 博士论写来写去就说 我在某个方面有创造 因为我比别人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不会比如说 因为他多了那个东西少了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创新里面 也都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这也就变成了创新和创业 真正成功的是少数 就是因为你找到了一种复合你发展的模式 也不排除你在一个别人成功的模式 你比他做得还成功 但是有一点是一定的 你需要更大的投资 更多的努力 因为你是在一个轨道上 开在后面的火车 那你要想你怎么样超越前面那个火车 我给你帮你帮我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